25题,乘恩利用蜡烛做针孔成像 用置如柳土,它在纸屏上所得的成像性质如何? 那我们晓得,我们的针孔成像就是光经过针孔 光经过针孔,然后呢,在这边会成像 所以我们这个图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,它成为的是一个导意的像 它会上下颠倒左右相反,同时呢,这个是光线实际汇聚所形成的像 所以它应该叫做所谓的实像,所以呢,我们答案呢 应该选的是A,导力实像左右相反 第15题,我们答案选A,导力实像左右相反